脾行者牧场 是美国一个以超自然现象和神秘事件而闻名的地方 这牧场位于犹他州东北部 占地两平方公里 曾是印第安原住民的居住地 由于原住民常常看到人形怪物在牧场附近活动 它也能变成不同的动物形状 便把它们称为脾行者 也因此印第安人认为这片土地已被诅咒 渐渐地这地方被切直 在30年代 麦尔斯家族把此地变成牧场 并建了一座住宅 自此怪事越来越多 包括目击各种大怪物 UFO 家里东西被神秘力量移动 甚至有动物离奇死亡 其后90年代 谢尔曼一家买下牧场 虽也遇到大量牛只死亡事件 但因谢尔曼并不相信外星人等灵异事件 认为只是政府在附近搞了个秘密的研究项目 可是牧场的惯事却一传十 十传百 被发表到报章上 于是大家就把过去原住民的传说连在一起 称它为脾行者牧场 后来热宗UFO的亿万富翁罗伯特 毕格罗对此牧场感兴趣 花了20万美元买下 谢尔曼一家已乐于脱手 毕格罗进驻牧场后 自行带上科学团队进行研究 经过20年研究后 毕格罗突然解散研究团队 并宣称研究毫无结果 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毕格罗却要求所有参与研究者 签下严格的保密协议 不得向外泄露任何研究结果 似乎有此第五英三百两的嫌疑 直到2016年 毕格罗以450万美元 将整个牧场卖给房地产大亨布兰登 布兰登就成了现在脾行者牧场的主人 而布兰登从小就对宇宙的奥秘 以及超自然现象感到着迷 所以他也想对这片神秘的土地 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便着手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 并跟电视台合作 把专家对牧场进行一系列的检验或研究 全部拍成纪录片 那就是批行者牧场的秘密 布兰登调查团队包括了埃里克 他是提醒着牧场的首席调查官和科学家 埃里克在牧场安装了尖端的监控系统 来持续监控整个牧场 如果任何超自然现象或不明物体出现在牧场 都将被监控系统拍下和追踪 而布莱恩或绰号龙 是批行者牧场的一级保安人员 他过去曾被公认为神枪手和安全专家 至于托马斯 则是牧场设施的维护员 他对批行者牧场及周边地区的UFO现象有深入的了解 尤其是他自己本身曾在那里经历了令人难以执行的超自然事件 当调查团队进驻不久后 就发现批行者牧场山上出现一大片不明亮光 而且还有一束巨大光柱从山顶射向空中 他们兴奋地把这消息告诉牧场主人布兰登 布兰登随后邀请物理学家、航天工程博士泰勒加入团队 因为泰勒博士曾在美国国防部和太空总署工作超过25年的经历 布兰登相信泰勒能够为牧场不明现象的调查工作 起到巨大的帮助 而泰勒也欣然接受布兰登的邀请 第一时间来到这神秘的地方 当泰勒到达牧场时 身为牧场的首席调查官艾里克 向他介绍整个牧场的情况 包括保安措施和监控器指挥所等等 然后还带他去之前发现不明亮光 和出现巨大光柱的梅萨山丘 当泰勒等人来到山丘时 我们就在这里停下吧 这可能是到达山基丁普最容易的地方 那么这就是视频中发光的地方嘛 就在那里有大约五到六百英尺畅的这个高远区 在我们的夜间镜头中似乎有些脉动 那是相惜 对吧 哇 让我看看那个东西 在梅萨上 我们正在使用这些电厂测量 被称为三场仪表的设备 哇 哇 它在上升 等等 让我先出去 我们正在测量的 这些微波中的能量接近危险水平了 而且方向持续变化 它来自那个方向 要我的小伙子那个会发生什么 Moss把那个意标递给我 所以我们现在是四点半 那个方向 这个方向 是的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 它验着三极限 是的 我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 那已经是大量的能量的 信号非常强 而且处于危险水平 可能对人类有害 现在它已经比较量了 现在它正在照照片的方向前提 对 全部都是辐射 而自然界中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微波量 我不知道 那么这个微波辐射是从哪里来的 当天晚上 泰勒等人缺车来到野外 打算来个通宵守株待兔 以期待能再次看到那神秘的光柱 他们不仅准备了监视和观察设备 还架设了一台激光器 然后将激光光束投射到美沙山里 我们将激光射向山球上 因为我们一直在哪里检测一场辐射量 但奇怪的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激光点 而是两个激光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需要去哪里看看 我们需要上去看看 你不知你有兴趣去吗 我不上了 我在这里看着监控 你们上去吧 好吧 我们去找埃里克 然后我们上去 你准备好了吗 火机 是的 让我们开始吧 好的 我们走吧 打开我的头凳 好的 我们走吧 就像在火星上 满布或者什么呢 Steamwalker灵 摊击美沙的烟石 含有极高粱的某种晶梯物质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美沙上出现反射 因此造成激光束的分裂 成两个反射颠 而不是一个 到处都是这些小白色的圆盘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要转过身来 就坐在这里 好的 现在我要关掉这个灯 那边就好了 好的 激光似乎失去了强度吗 激光关闭了 那个激光去哪里了 刚刚它熄灭了 会电文问他们是否 正在对激光做些什么 我会回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等一下 拨进门 真的是电池没电了 但是这是我们才刚刚更换的新电池呀 怎么就这么快没电了 也不是电脑问题 真的太奇怪了 就在我们到达这里的之后 这种事在这里发生的次数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行 好吧 伙计们 我想我们在这里已经看过了 那我们回去吧 小心了 激光试验结果并不确定 但我们在这个实验中发现的是 太低的反射性非常强 现在这很有趣 特别是我们过去看到的MESA 似乎在发光 从山丘上射出的光束 这现实 这个地方有点二东西 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从此厂检测器发现大量的电磁辐射 并且强度达到吓人的地步 但是当时附近并没有机械设备或建筑物 那这种强烈电磁辐射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了找出原因 太勒建议对高电磁辐射的地方进行挖掘 看看地下泥土是否有放射性 但他这挖掘建议遭到布兰登强烈反对 因为脾行者牧场流传着一个禁忌 就是不能随便对地面挖掘 如果挖掘了 将会带来厄运连连 本来作为物理学家的泰勒 对这些说法不屑一顾 但托马斯却言之凿凿地说 他曾在两年前因不顾传说的禁忌 在牧场进行了挖掘 可是三天后 他发现自己的后脑肿了个大包 为了安全起见便到医院检查 结果检查报告显示 他的头皮和头骨出现分离现象 这种奇怪现象从来没有发生过 连医生也感到震惊 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 才得从鬼门关走了出来 不过至今仍余计犹存 由于团队多人的反对 泰勒只好放弃挖掘计划 改称请专人以扫描方式检测电磁辐射 第二天扫描人员如约而至 可就在他们在山岭上做扫描 突然发现了一处洞穴 里面不停地有冷风吹出 检测员一度从吹出的冷风里 检测到了大量的辐射 可奇怪的是 这辐射在第二次检测时 又突然消失了 就在这时泰勒发现 我的手机电池刚刚没电了 你的手机电池也没电了 它关闭了 不仅如此 检测员也发现 他的手机也不致合谷自行管机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 他们手机出现一场呢 所有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这种电子设备突然失灵 变成了薄皮行者的一大特点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发现在山顶的天空 有不明的亮光 在不停地扇缩着 这是我们看到 见识萤幕上出现一道光柱 这光柱是从山脊解写的 摄像天空 然后几秒钟后就突然消失了 几秒钟后又突然出现 然而 布莱恩无意中 望向天空 是发现肉眼是看不到 拿到光柱的 原来这道光只有红外线摄像机才能不捉到 这是唐姆突然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们连忙将他送回导致 会中心让他休息 然后我们发现 他以前偷皮分离的地方 在毒中张起来 所以我们赶快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 进行抑制 好在这次送一击是 几个小时后 唐姆的重张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 他很快又回到牧场 对于唐姆的重囊 我们猜测是 唐姆后脑勺 可能是受到了某种辐射的设计 但至于这种辐射呢 是来自哪里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或许是跟那个奇怪的光珠有关系 后来 泰勒把唐姆受到的辐射攻击的事件 告诉了老板福格尔 第二天 福格尔就乘直升机来到了牧场 他把一种可以穿戴走上的辐射检测器 分发给每个人 以便能即时检测到 每个人的身体的辐射指标 以防止类似的意外再次发生 在2019年7月 艾利克请来了一个无人机专家来到牧场 以便对牧场做一次全面热成像 一位脾行者牧场一直有一个传说 在牧场地底下面深处 可能埋藏着一艘外星母舰 或者外星基地之类的东西 当专家来到现场时 惯事又发生了 老板 我们来做这个 没有联系 这很奇怪 你认为这是来自猫屋的干扰吗 这不开始 我可以走五英尺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所以让我现实试看会发生什么 那利克 他在那边和你连接了吗 不 嗯 是的 我们已经看到电池在这里的表现很奇怪 而且他几乎立刻就耗尽了我的手机电池 这个小区域可能有些奇怪 我确实在这里有一些明显的信号 5.2 所以我们受到了五千招和的讯号 信号很奇怪 不仅奇怪 而且令人担忧 所以无论它是什么 我所知道的知识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干扰如此之大 以至于一家价值三十五千美元的无人基督无法上控 对 我们就知大 谢谢 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 谢谢 一天晚上 泰勒等人急在指挥中心给老板布兰登打个电话 告诉他前几天看到奇怪的事 是的 让我们给他打个电话 看他有什么说的 污兰登 艾瑞克刚给你发送了一些文件 你应该看看你能否过去并打开头 好的 哇 这个音色的物体是什么 这是 呃 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二个不明飞行物目 那么 你看见了吗 我们五个人 毫无疑问 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 我们还同时测量了一场现象 我们测量了加码射线 我们在射频和微博平谱中测量到了一场 奶牛 呃 所有的奶牛 没错 都从天地的一边跑到另一边 尽量往洞边跑 有可能是一颗微星 不 他根本不是在遵循跪道运动 这让我想知道他是在回应还是在反应 进行一些你们在地边进行的测试 但那些测试似乎在自己这个现象的出现 嗯 事实就是我们五个人都 我们向外看 看到这个物体 它似乎稍微移动了一下 然后 变得更大或更凉 然后就一直在那里 片刻之后 它基本小时的无影无踪 之后呢 我开始感到恶心 就像我晕车了一样 你知道我不知道我是否 受到了我们在其他一起伤不捉到的区域内的一些能量的影响 你知道我很感激你问这个问题 我其实感觉真的很好 我对整个经历感到深深的震撼 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理解 我理解 我记得我在T行政务场有我的第一次经历 我真的从未 有过超自然的经历 直到参与到牧场的事物中 我才有了我无法否认的第一次经历 那十几年前的事了 就在梅沙上方 我们在白天看到了只能背描述位不明飞行屋 长度约40到50英尺 音色 硅白色和白色的圆盘型飞行器 瞬间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 然后在20秒内完全消失 整个团队都看到了这一情况 并且有设想偷监控录翔 这改变了我们在Skinwalker Ranch的调查 谢谢你们先生们 干得好货机们 是真的啊 你们都出去休息一下 过后 泰勒想搞清楚辐射信号来自哪里 于是他制作了三个简易定位器 里面放有信号接收器 然后把三个定位器 分别安置在牧场三个不同地方 然后进行信号测量 最后他们指向的交叉点 就是辐射信号来源 结果出乎人意外 信号源竟然是在牧场上空1700米的位置 为了探究1700米这个位置有何稀奇 泰勒请了一位专家 他们把摄像机和GPS设备 连同电磁测量仪 一起绑在气球底部 让气球升到1700米处进行测量 同时也能从电脑里计时观测数据 最后接收到的画面显示 电磁测量仪的确检测到了大量微波辐射 甚至一度发出了刺耳警报 研究人员惊讶地表示 电磁辐射一般是随着高度的上升而不断降低 要想在1600米高空达到这高辐射量 除非那里有一个天线 所以有人猜测 这个信号是来自外太空 而不是来自地球 而这个结果不禁让众人惊愕不已 不久后 泰勒决定再做一次实验 就是在火箭里安上信号接收器 然后发射升空 以确认牧场上空是否真的存在某种信号源 于是他请来了航空航天工程实习生凯特林 因为凯特林懂得制造火箭和发射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发射之际 突然一个发光的不明飞行物出现在上空 然后又突然消失不见 所有在场的人都看见他 因此都感到兴奋不已 之后 火箭成功发射并上升到预定高度 就在这时 刚刚的不明飞行物再次出现 而且这次 他似乎在跟踪一架民航客机 埃里克迅速走进指挥室 查看了雷达数据 可是上面显示 除了那架民航客机外 没有任何其他飞行物 然后不明飞行物不一会儿又再度消失 之后他们读取了火箭数据 可以看到 火箭在上升到最高处时 接收到了大量电磁波辐射 这也印证了先前气球实验的准确 因此 泰勒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 他认为 木藏某处存在着一个虫洞 泰勒解释说 这里盆地就像一个凹形巨型天线 能把能量聚集在牧场上空1700米 那么能量源必然来自地底某处 所以那里可能存在着虫洞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 虫洞确实存在的 只不过虫洞需要特定的条件和能量才能形成 那地底的那个能量源 是否就是来源于虫洞呢 或者是外星文明在地球制造的时空门呢 我们下期分享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对我们的影片内容感兴趣 可以分享出去 并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那一影片更新时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